騎士被攔下滿臉問號 因為明明沒改管 員警怎麼會找上門 現在不代表說你想讓你知道 只是代表說有這件事 有我們攔你這件事 對 我們要通報給通報區 看到員警要置單 騎士瞬間緊張起來 警方趕緊安撫對方情勢 你開我單怎麼辦 沒有 他會信心驗車好不好 如果說你覺得你的是原廠館 我本來就是原廠館 對啊 因為我不車 我們有聽不出來的就是那個啊 事發就在新北市中和中正路上 二七號晚間十一點多 騎士才剛送完外送招攬茶 他說新車買了十萬多 還標榜環保車 採買一年也沒改管 聲音也沒比別人特別大聲 但警方卻說排氣管內側 少烙印了合格標章才會有疑慮 送單給環保局裁罰 老民覺得我製造噪音 然後我還要花時間去證明 環保局也表示 警方置單會送到環保局比對 是否有檢驗的合格標章 也請民眾不要緊張 萬一真的違規才會開單 才罰最重三萬塊錢 只是沒改還是得驗 這個步驟是不是饒民 以後沒有改善空間 在網路上已經引發熱議 記者先入吳星輪在新北市報導